基本上玩游戏上瘾的孩子 基本上都是晚上睡觉很少 他倒过来的 白天睡觉晚上玩 所以他这个睡眠就不好 然后睡眠不好 这个退黑激素是一种生长激素 是可以让他长高的 这一段你可以讲给孩子听 为什么晚上要睡觉 那因为他可以分泌退黑激素 生长激素是可以让他长高的 如果他晚上睡觉少呢 他就长不高 那有的孩子可能会觉得 哎呀我想长高 所以呢晚上要睡觉 他会有这样想法的话呢 会防止他进一步的成瘾 当然如果孩子 如果孩子已经成瘾了 他已经是晚上不睡觉 白天睡觉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也还是可以给他一个睡眠管理 比如说 你就打破习惯 采用新的方式上网 怎么把他打破 他这个睡眠习惯呢 他晚上玩 然后早上他开始睡觉 七八点钟 早上七八点钟睡觉 他晚上七八点钟呢 他才会开始玩 那你下午三四点钟 那你下午三四点钟你可以叫他一下 叫他起来 他肯定是不会起来的 对吗 那你就 你就叫他说 哎 起床了起床了 起来玩游戏啊 如果你说起来玩游戏啊 他有可能会起来哦 他可能就起来了 那就在下午三四点钟 当起床 这样起床总比他晚上七八点钟起床好吧 起来的话你不要让他学习哦 他不可能 对吗 你就叫他去玩 然后第二天 或者维持这样子 持续这样叫他一个礼拜 然后再提前一个小时 两点钟再叫他 说起床了起床了 那起来玩游戏 他有可能再早一点起床 然后他早起床 他有可能就早睡觉 因为他撑不了那么久 他就会早点睡觉 可能就不会到早上七八点再睡 他可能半夜里三四点钟就睡了 慢慢慢慢这样子循环 有可能就把它矫正过来 成为晚上睡觉 白天起床 这是一个睡眠管理 睡眠管理也是逐渐进行 不可能一下子改过来 这都是提醒大家的 另外一个特别好的听众的建议是什么呢 就是把那个电脑 就是让孩子能够从卧室 走到厅里的一个方式 他是说将无线的上网 那个Router 无线上网的Router 从2.4G赫兽转为5G赫兽 并安装在客厅 因为5G的这个穿透力非常之强 但网速是也是非常之快 穿透力非常之低 网速是非常之快 你把它转成5的话呢 它就因为它穿透力低 只在客厅速度比较高 到卧室呢 它就变得低 速度就低 这样就有机会吸引他们在客厅使用电脑 或者是手机 有一个参考视频怎么做 因为我不是这个东西的专家 怎么换我不知道 你就去看视频 自己去看视频来学习一下 能够转换的话最好 那孩子就是拿着手机 只在厅里面网速快 一到卧室里网速就变得很慢 他就没有办法 只好在厅里 对吗 如果在厅里的话呢 你就可以知道他玩一些什么游戏 比较容易知道他的时间 还有他玩什么 在厅里呢 也可能会降低他的兴趣 因为被你看着 他就有点不大高兴玩 到卧室里呢 因为玩得不好不爽 所以呢可能会预防一下 这是一个好方法 给大家去试一下